长盛将军被冤杀时说,部队急缺子弹,杀我可用刀砍火烧,子弹留给敌人。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颁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正在序号位一,的那一张上毛主席神情名重的签下了段德昌三个字死后,段德昌被称为新中国第一号烈士,受到党和人民的申请褒奖那段德昌是何人呢? 说起段德昌真不简单,他是黄浦四期高材生,毛主席的得意弟子,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贺龙上下的第一名江,新中国三十六位军世家之一。1904年8月段德昌是湖南南县人,从小受到了很好的新式教育段德昌,在高中时开始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薰陶。 1925年9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广州入黄浦军校,第四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还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五师政治部秘书,和第二师政治部秘书长八一。 南昌起义爆发时段德昌投到了贺龙老总的帐下,担任团党代表后来又跟贺龙、周一群一起创建了湘洛西革命根据地,也就是洪湖苏区洪二军成立后段德昌单任洪六军政委。 下面,还有个师长,叫许光达,后来的开国大将,在当时的洪二军中段德昌有至江之美誉,军团的大多数胜利,都不同程度地闪耀着他的军事智慧。 人称吴段不胜,1931年1月起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对洪湖苏区的大规模的围角赢得了长盛将军,德美明还胜利迎接贺龙洪三军东进洪湖1931年三月王明等人未推行左、青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 而下西奉命来到了洪湖苏区,担任了中共相恶西中央分局书记,将段的新六军改编,为洪三军第九师段任师长,成为洪湖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佟年秋。 由于下西左、青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洪三军未能挫败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被迫离开洪湖苏区段率领洪九师担负阻击,段后等艰巨任务经浴西南、陕南、川厄边转站3500余公里。 于12月下旬,到达湘厄边当下西推到湘厄边界时,不反思其错误策略,反而继续大力推行左倾盲洞路线对于下西的左倾路线贺龙。 段德昌从一开始,就坚决抵制,尤其是段德昌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话曾多次嚷着要找下西论理贺龙多次善意地提醒他得昌。 下西早已是你为眼中盯以后说话,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后来下西还指责苏区,是赋努路线统治把肃反作为最突出,最紧迫的任务。 设置独立的肃反机构,保卫局抬起逼供,又供,指明问公手段随意将被审查,对象逮捕或处决。 当下西宣布解散,红军党组织和大搞苏反,扩大化时段德昌再次站出来立声质问下西,你把根据地搞光,那把苏区三万红军搞得没剩几人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也被你杀了连党,也不相信,那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革命的罪人。 下西终于被激怒了,决心要除掉,他面对当时的严峻举念和不利处境,段德昌心之肚明,1933年2月段对爱人刘淑云说了这样一段话,分局书记下西要继续杀人,我坚决反对,他杀的全是我们党的精华啊。 能不令人痛心吗?我估计他很快会对我下手。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和腹中的孩子,我们从洪湖一路打过来征战五省形成七千里,你将来生了孩子如果是男孩就叫他断五省,如果是女孩就叫他断七千一事。 对我的纪念好了,1933年4月下旬下西未除掉段德昌,特意通知段到中央分局驻地金果瓶开会,等段到了后下西立即下令将他已改组派,逃跑主义的罪名逮捕入狱。 段德昌在关押他的石洞壁上书写着于谦的诗句,千锤万凿出身山烈火焚烧若等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933年5月1日下西不顾贺龙和全体红军的反对将段德昌杀害于湖北八东金国平江家村的松树坡十年。 29岁常盛将军段德昌冤杀,时曾提出一个要求说,部队急缺子弹,杀我不能用子弹可用刀砍或烧,能省则省省下来的要留给敌人。 贺龙听后大哭,又无能为力,喜欢的话多多关注,多多点赞多多收藏转发和评论,谢谢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欢迎品读。 请不吝点赞多论